高雄一名十个月大的女婴三个月来食欲差 眼圈像是碗熊眼 一检查后发现是罹患了神经母细胞瘤 癌细胞从腹部随着血液转移到骨髓跟头部 眼睛周围血管爆破形成了碗熊眼 经过化疗之后才得以改善 片中的十个月大女婴 黑眼圈看起来好严重 而且女婴长期食欲不振 脸色惨白 妈妈担心之下到医院求诊 才发现女童罹患肿瘤 神经母细胞瘤这个耗发的年纪是差不多两岁 一岁到两岁左右 医师发现女婴腹部肾上腺附近 讲了15公分的神经母细胞瘤 肿瘤随着血液转移到头部 造成眼睛附近血管爆裂 才会出现碗熊眼 脸色苍白有贫血骨髓 被那个肿瘤细胞侵犯的情况 那我们给他及时的切除 再加上化学治疗 那目前这个小朋友是已经康复 黑眼圈很容易被家长以为是鼻子过敏轻呼 医师表示要六岁后 过敏才会有黑眼圈现象 如果一岁前婴儿出现碗熊眼 必须赶紧就医检查 记者成为君高彦泰高雄报道 这就是写心的风格 在那里面的风格 令人说几个风格 tiene先写心的风格 如果有个大优充的风格 就是写心的风格 就是写心的风格